莫莉是一名呼吸绝症患者 五年前被医生下达了余命十年的死亡通知后 她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白皙的胸口被两条刀疤取代 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必须带着呼吸机 一旦剧烈运动就会引发危及生命的哮喘 死亡的恐惧每天扎在她的心里 像根刺一样折磨着她 她明明心如死灰 却在家人面前依旧假装坚强 为了给家人紧轻负担 莫莉拿着简历去找工作 但由于自己没有学历 还有经常反复的病情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取她 莫莉不甘心却没有办法 她只想好好活着 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给她中计 一天莫莉去参加同学聚会 班长拿出了毕业那天大家埋下的时光胶囊 看着那时许下 想要成为小说家愿望的信件 莫莉只能无奈地感叹 命运地不公 而坐在斜对面的何人 也收到了期待的问候 而她却面露愁色 何人是莫莉初中时期的朋友 出身不错的她 因为想向父母证明自己 毕业后 孤身一人在东京打拼 却混得连房租都付不起 看着桌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同学们 她看不清前路 也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 于是从家里的窗台上纵身一跃 幸好被砸穿的石棉瓦 起到了缓冲作用 只是断了一条腿 得到消息的莫莉 前来探望 但当她得知何人是因为如此荒谬的理由 而跳楼后 起身就走 她的话在莫莉听完 讽刺又可笑 求死的人求不得 求生的人求不到 何人有些莫名其妙 明明自己都落到了如此下场 为什么却还要被人叫 直到她出院这天 在医院的绝症科门口 看到了复查完的莫莉 才明白了自己轻易舍弃的生命 是莫莉的求而不得 当晚 她约莫莉在一家饭店见面 为自己轻生的行为道歉 由于很少与人交流 何人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可爱的样子都笑了莫莉 气氛瞬间不再死寂 渐渐地 他们聊起了学生时代的过往 聊起了各自的爱好 莫莉还鼓励何人 要认真努力地好好活下去 晚上回家的路上 莫莉拿出一部摄像机 对着何人的脸拍了起来 这边怎么办呢 什么 你 你别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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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 一阵大风吸 吹下一场樱花细雨 当他们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 是漫天飞舞的樱花 还有那张温柔对视的面围 两个决定要努力活下去的人 在漫天花瓣中 相识一笑 相互在心底许了个 只属于彼此的约定 从这之后 何人不再存在 开始整理自己脏漫的房间 找新工作 努力做事 认真生活 她敞开心扉 和朋友们一起外出游玩 而每次莫莉都会用相机 记录下这些时光 她会将这些记录 转变为细腻的人子 当作自己最后存留人士的证明 莫莉的生活 也渐渐重回正常 在闺蜜的介绍下 她找到了一份小说编辑的工作 发布的第一篇文章 就上了热榜 每天工作 暗示吃药 渐渐地 她忘却了那份死亡的恐惧 与何人的交集 也越来越多 他们一起欣赏烟花 一起去过圣诞节 一起品尝美食 一起感受着 关于生命的美好 陪伴是最深情的道白 他们两情相拥 烟火大会这天 何人悄悄用食指 勾住莫莉的指尖 但当两只手触碰的那一刻 莫莉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手 她觉得自己不配 不该用这仅剩几年的生命 去浪费别人对自己的感情 她害怕自己一开始 会拖累所爱之人 可人并没有放弃追求莫莉 在好友们的撮合下 终于等来了一次独处的机会 她轻轻牵起莫莉的手 将她揽入怀中 莫莉感受到了她的温暖 眼中泪光闪烁 但她不敢有半点留恋 她忍着疯狂跳动的心 还是推开了婚人 她渴望爱情 却又害怕不到 回家的路上 她的眼里写满了遗憾 和对命运不公的增恨 可即便如此 命运也没让她好过半分 莫莉的病症又恶化了 之前用过的特效药 出现了抗体 如果没有新的药 她很快就会死去 再一次被宣判死亡的 莫莉崩溃大哭 她只不过事项和正常人一样 为什么只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离自己却那么遥远 她想生活在独木桥上 人人都要她体谅身体 可谁来体谅她的害怕 就在莫莉 被这该死的命运 敲打得不想挣扎 想从桥上一跃而下的时候 何人如一束旧熟的光芒 出现在了莫莉身边 就在白天的时候 何人去找了莫莉的父亲 从她口中得知了 莫莉是因为生命 只剩下不到四年 才拒绝了自己 但她并不在了 人生匆匆 漫长又短暂 等遇到深爱的人 是多么幸运 他们都不该错过彼此 如果莫莉继续拒绝 她可以一直等 等到海枯石烂 等到生命走到终结的那一天 这份坚定给了莫莉勇气 她重燃了想要对抗命运的想法 平凡的人生因为她 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这次她没有拒绝 相爱的两人终于涌向了对方 与何人相恋的日子 是莫莉此生最圆满的时光 他们一起跨年 一起过生日 她将与何人的一切 撰写成故事 他们在清晨汲取第一束光芒 在樱花盛开时 享受磅礴生命带来的活力 哪怕一起买菜 都显得甜蜜无比 他们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食指相扣的手 也总是签不够 这看似平淡的日子 让莫莉无比珍惜 可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她晕倒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莫莉心里清楚 自己大现将至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何人 却突然回底求婚 梦中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 突然出现在眼前 可她却不敢接受 她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次日清晨的时候 就向何人宣布了分手 她觉得自己享受的够多 不能再将何人拖下 永远怀念自己的深渊 一个人悄无声息地离开 才是她最好的威俗 自己已经将能给的温存全部献出 对于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 分手才是最圆满的结局 转眼三年已逝 万物复苏 莫莉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手里的录像机里 不停地播放着何人的身影 那段甜蜜 却悲伤的爱情回忆 犹如汪洋大海般 席卷了莫莉 她强忍着心中的剧毒 一个个地删除了 有关何人的所有影像 可删到那个樱花漫天的夜晚时 她犹豫了 如果她没有生病 他们的故事 会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临死前 她将新书的最后一章 交给了出版社的朋友 在书本里 是一个健康鲜活的生命 女和人在丛林中奔跑 在海边的沙滩上唱歌 她们一起穿过天涯海角 浪潮将她们推入婚姻的殿堂 她们会有 属于彼此的爱情的结晶 拥有一段平淡 却刻入心扉的温馨人生 可惜 这只是莫莉临死前的黄粱一梦 她多想在死之前 再见深爱之人最后一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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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再说 突然 何人出现在了医院 原来 朋友在翻阅完最后一章后 被感动到泪眼婆座的她 去找了故事中的男主角 将稿件交付给了何人 接到稿件的何人发了风似的 朝莫莉所在的方向狂奔 赶去见了她最后一面 她告诉莫莉 她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店 名字就叫莫莉 这一瞬间 莫莉给予了回应 她慢慢地睁开眼 满足地笑 将死的人生 因为她多了一份坦然滋入 最后在何人的身旁 莫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世俗的故事 没有奇迹 又是一年樱花烂漫 何人走过那条 和莫莉一起走过的 樱花小道 枝头樱花 似云似霞 她拿出 随身携带的相机 想将这几色记下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 卷起一场樱花雨 阴雨萌萌中 她似乎看见年轻的自己 和莫莉正牵手走路 倘若她只是一道长虎 她也只是一名 昙花一现 稍纵即逝 若阴无息 此人已逝 她的世界 全是她的影子 甚至她自己 就是她的影子 而她 却从未离去